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道主菜120,然后还有15%的付费 刚刚那个服务员是过来,我知道我觉得价格很贵的时候,他走过来跟我们讲说 那个小黑板上面那些是今日特价呀,这种类型的,然后打折的 然后就是说,另外呢就是问问我们是不是想吃龙虾,如果想吃龙虾的话,他可以把龙虾带过来,让我们看看到底多大 就跟我们的你撑鱼一样,吃酸菜鱼的时候捞一条鱼撑一下,给你看有多大,人家是捞一条龙虾 我们刚刚看多少钱? 120米,一斤 奥币哦 120米,一公斤 一公斤 这样的一盘是120 这样的一盘啊,120奥币 对,奥币,它有龙虾,有这个应该是像鱿鱼圈,然后扇贝,然后牡蛎,然后牛肉,然后还有酱 我们来到了一个边陀小镇,因为边陀小镇的海鲜会便宜,可是我们想多了 新一龙门客栈 风骚老板娘在哪? 不过刚才那个女生,就是服务生,还蛮可爱的,亲切可人,走的时候还摸了你一把 我没摸你吧 所以你想说不还有吗? 没有,这代表有种 凯入 哇,它这个生好了,这个还算便宜啊,它是一般的天然的,天然的,一打是28奥币,二分之一半打是14奥币 它给你吃生的 你吃,我不吃,我也不吃 我不吃生的,我勉强吃一个,你要我吃一打 好吧,那点吧 点吧,就点刚刚那个的吧 点刚那个吗 嗯 嗯 毕福,你能吃一看 这个店是照这个Stanley,这Stanley是吧 嗯 照这Stanley是明显的看到的一家店 所以这个店应该是标志性的一家 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小镇也不会有很多餐馆的 小镇的餐馆其实应该很少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海的,伊仙海景 最好的,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餐馆 对,因为它视野真的好 现在是1点10分了 这个餐厅的价格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特价菜的啊 就是,嗯,这边的这个薯条和沙拉 嗯,一半的量是15奥 然后,嗯,一整份的量是18奥 然后有一个,嗯,那个百丽田芝士蛋糕 然后,主菜是一个,嗯,咖喱扇贝派 然后是26奥 嗯,那边有龙虾的价格 小只的龙虾,嗯,一半的,一半的价格是 就是半只龙虾 半只小号龙虾是55奥 整只小号龙虾是110奥 然后中号的龙虾半只是90奥 整只是180奥 然后还有加大款的龙虾 它加大款的龙虾就只卖整只了 就是300奥 然后下面还有生蚝 生蚝的价格我觉得还是相对便宜的 只不过我们不想点的原因是因为不想吃生的 因为他们这边的人都是吃生的 然后,嗯,它应该有两种,两种,品种的生蚝吧 其中有一种的这种品种是半打14奥 一打是28奥 然后另外一种品种的就是稍微贵两块钱 就是半打15奥,然后一打是30奥 这个就是基本上对当地人来说 那个生蚝就是一块钱一个吗 对 就跟在青岛年一块钱一个一个 就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这个价格还是蛮便宜 嗯,龙虾就稍微贵一点 这个吧,这个本身它就有肉贵 所以说我们可以点一个这个 吃一吃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有龙虾 然后点一个这个 再把这边的这个点一点就够了 我们四个人就够了 点一个派,点一个薯条 可以 接下来我们有没有饭吃就快来大家了 还点吗 大值120奥币的龙虾大餐 大餐是什么样子的 龙虾牛排大餐 这个龙虾它其实是半只 不是一只,但它还好就煮熟了 因为有些地方它会搞生意 不习惯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串起的那种 那是那个 扇贝扇贝 这个是油炸的 煮炸这个比较是什么 我不认识 估计也是海前面的 这个是鱿鱼 这个鱿鱼也是煮熟的 沙拉 然后这个是贝壳的肉 它还给我们搞了一点辣椒酱 这个应该是甜的 冰相的吗 我估计是甜的 这个应该是牛肉 对吧 炒一下吧 生蚝 给我个刀刀擦擦 这是我的 谢谢 它这样子它还有这种工具 这工具应该是龙虾专用的工具 对 因为怎么怎么弄啊 这个就玩意怎么弄啊 把它的壳 夹裂 这样子 我像吃的时候就来弄 这个挺咸的 这个这样挺甜的 你肯定喜欢吃 它所以 那我吃了 但是有点腥味 腥味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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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要浇一下 柠檬特价豆腐看起来也还不错啊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是我们点的正价的 120奥的特价豆腐 然后这个应该是富尔那种 这个是18奥比 哦这个是26奥比 这个是18奥 这是说到澳洲要吃的 鱼 薯条 这个组合是 你不觉得这个薯条特别粗糠吗 18奥钱 说我骨肉寡闻 我一直以为这个鱼和薯条是混在一起的 其实一个人吃个18奥钱 我觉得是一个人肯定吃的 但没关系吧 偶尔说让一下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番茄酱 作为薯条必须配番茄酱的 我感觉 哎能不能不差值等一下 你应该只会是当地的配的 就像你去吃韩餐的时候 它可能有很多调料 应该吃它对应的那种调料 因为它是 它对应的调料 对 它会给食物解释出不同的味道 是的 你吃的这个是什么酱啊 我也吃不出它什么酱 我觉得中国人是这样子的 吃饭 尤其是吃这种比较少吃的饭之前 一定是香辣酱 香味手机 香辣酱还放了哪些的末 哦 还放进了 嗯 那吃吧 果腹 这个生蚝没有人吃哦 我感觉 你敢不敢吃生蚝 我上次吃了一次生的生蚝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本身 那你们两个过食物 我就觉得生的生蚝吃起来感觉很腥 这个鱼 他们很喜欢把这个鱼啊 鸡啊什么的都裹上面粉炸 本来人家是高蛋白很有营养的肌肉 给这一炸就炸成了高热量 是不是 这个还可以 这个是土豆泥啊 它土豆泥配着那个咖喱汁味道还可以 还可以有质油 其实我觉得这个嘛 是中的食物我所谓 有没有层次是评价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他们都不要吃 其实我也不是很能接受 但总要有一个人想吃吧 我还上去美国的时候吃过了 然后再来再也不肯吃生蚝 而且我觉得好像有沙 他吃龙虾配的这个钳子 不要想一口吞进去了 这个探索它是马尼亚 还有一个薰衣草小熊做代言人啊 嗯 这个还蛮好的 是一个专门的中文报纸 应该是可能会有些中国人过来 这个要薰衣草农场 在东北 我们会经过薰衣草农场吗 东北 我们会 四个小时 我看一下从四川 四个小时 他说14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平时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 收到薰衣草农场的热恋欢迎 肯定了 能不热恋吗 人不热恋吗 你敢不热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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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 反正就是如果你到塔斯马尼亚岛这边 你可以得到加分 因为你在偏远地区 哦 就像我们照顾少数民族一样 哇 后面一床 这床大床 哇 他说会以 安德屋的 Holybanks 66号 距离到晒10吨20分钟 露营是吧 嗯 对 我看看有别的吗 找一些不一样的 塔玛谷 山村去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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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上去很美才卷 不如 Pony Royal 山村去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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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房东写信告诉我们说 星期三是他们这里的收垃圾 你说我要不要回一个邮件 而且这个房东发信息 看起来他是挺想 挺愿意帮助我们的 反正写得非常客气 什么叫收垃圾 就是他们是这种 这种国家 发达国家一般都是 回头回头 发达国家一般 我们原来在欧洲也是 在德国 他们是统一的 进行垃圾管理垃圾分类 然后他们每个星期会有一天 是由 应该我不知道是有 私营的垃圾公司还是政府 反正是有这么一种机构 然后会派专门的垃圾车和垃圾清理工人 到每家每户的门口去收 他们已经分好类的垃圾桶 里面的垃圾 然后 对然后星期三是这个 我们房东告诉我们说 星期三是他们那个地方的收垃圾日 然后为了不打扰我们 他就说今天他会把 他们家里面已经分好类的垃圾 和一些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 放在我们要住的那个房子门口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要不要给这个房东回一个信息说 我们不介意让他明天 让我们看一下他们收垃圾的过程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垃圾分类 从他们家里就已经分好了 这样子也可以减少很多外面的那个工作流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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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去哪里 有定下来吗 嗯 现在 应该是我们要直接开一回到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 是在霍巴特附近 嗯 不是在霍巴特城里 因为霍巴特呢是一个 干嘛 哦 说一下让我比较清楚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 就是这样 这样 我们现在在这里 就是我们刚刚离开那个 史丹利小镇 嗯 然后要前往位于东南的霍巴特 霍巴特呢是 嗯 塔斯马尼亚第一大城镇 第一大城市 然后这个城市 嗯 应该是比较热闹的 它以全年不间歇的集市和文化活动而著名 嗯 嗯 当时我订这个 呃 住宿的地方的时候 订民宿的时候 发现霍巴特的房价很贵 我想 其实任何一个旅游区啊 旅游地方的这个房价 租住的价格 应该都会贵的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它周边的这种民宿 发现我们那个地方的还是 就是 只是距离霍巴特城区大概20到30分钟的车程 但是房价就要便宜大概30%左右 然后往那边有很多 对 你全都 对但是 其实不是特别方便就是 那然后所以我们房东给我们发了一个短信说 我们要去它那里的路上 有一个最后就是最后必经的一个补给站 让我们一定要去那里做补给 所以 其实还挺难想象 那样一个生活的地方到底是有多偏僻 还要做补给啊 嗯 好夸张 今天这边的天气好猛啊 真的是蓝铁白鱼 这个岛上一路上很少建筑 部分都是绿树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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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车你要 一定要注意轮延那个勾啊 嗯 不要现在说你这么快的速度 现在是车会飞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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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旅行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自驾驻世界 我是陈岚 期待与你相遇